伴你读书,共享静谧好时光 亲爱的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微读时光》 为您分享丁丽梅的文章 《城市里的初相见》 陌生的村庄 在屋门口坐着摘花生的老妇人 脚跟边牵着一只小黑猫 屋顶上趴着开好的丝瓜花 这是一次旅途之中 无意间略入我眼中的画面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就是常常被我想起 那个村庄,那个老妇人,那猫,那花 他们在我心里投下异样的温暖 我确信,他们与我心底的某个脉络相通 机场门口,一对年轻男女一一惜别 男人送女人登机,就要登机了 女人走向检票口,傅有折回头 跑向男人 只是为了帮他里里乱了的衣领 这样的场景 我总在一些浅淡的午后想起 一个词,很湿润地跳出来 这个词,叫爱情 送别的车站 一个母亲,反复叮嘱他人高马大的儿子 到了那儿,记得打个电话回家 天好的时候,记得晒被子啊 儿子被他叮嘱得烦了 一边往车上跨,一边说 知道了,知道了 做母亲的人不放心 浮在车窗外,继续叮嘱 到了那儿,要记得打个电话回家 母爱泉泉 怀揣着这样的母爱上路 人生还有什么坎儿,不能愉悦呢 凤凰陀江边,夏初的黄昏 空气中,飘荡着丝丝甜润的水的气息 放学贵来的孩子 书包挂在岸边的树上 脱下的衣服 虎乱扔在青石板上 一个一个跳下水 扑通扑通 搅了一和两岸的宁静 我摇问 冷吗? 他们答 不冷 一个猛子下去 不一会儿 隔老远的水面上 冒出一个小脑袋来 岸边的游客 一个个笑看着他们 这旅途中偶然撞见的一景 谁能轻易遗忘 时光不管走多远 童年的影子 一直在 一直在的 它碰软了我们的心 苗人寨里 一场雨刚落过 万万区区 一路延伸上去的青石板上 台横壁线 湿漉漉的大花 瘦瘦的大黄狗 蹬在自家家门口 破森的院门 灰灰的屋顶 却从里面走出一个水淋淋的小女孩来 小女孩赤着脚 从青石板上一路奔下去 便烧上两朵粉红的蝴蝶结 咽喉了简陋的寨子 我唤她一声 她点下脚步 转身压抑地看着我 笑一笑 富有奔下去 我很惊奇地望着她的背影 这么滑的路 她怎么不会摔倒 那次旅途中的其他 我回来后大抵都遗忘了 唯独这个小女孩 不经意地 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日子里 隐晕着别样的感动 无论生活有多灰暗 总有明亮的东西在 人生不绝望 这是城市里的初相见 总会在我们的记忆里 反复再现 没有理由的 使我们静静 感念一些时光 静静地 不周一眼 像老屋子里 落满沉的花亭中 一只芦苇沉没 阳光淡淡扫过 空气中 游微沉漫舞 这是宁静的好吧 这样的宁静 让人内心 让人内心成敏 怀特说 生活的主题是 面对复杂 保持欢喜 红尘千墨中 我们欠缺的 或许 正是这样一颗 欢喜的心 欢喜的心